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Lawrence 今天約著嘉儀過來 究竟約嘉儀過來做甚麼呢 你看嘉儀說是非常美女 多謝多謝 我們是否只是來喝東西 當然不是 今天我有任務要做的 就是試試這個新的鏡頭 接環 新的鏡頭接環 新的鏡頭接環 沒錯 約嘉儀過來拍照 TechArts 出了一個自動對焦孔 這個是第二代來的 第一代在六年前 我忘記了 六七年前就出的 我們已經等到頸都長了 六七年前 由中一等到中六 停 但是等了那麼久 終於出了第二代 第二代究竟它的功能是怎樣 所以我今天約嘉儀過來 試一試它的自動對焦 追焦功能 究竟和第一代相差有多遠 第二代它的劇技術改了 以前只有一個摩托 現在就說有四個摩托 推出鏡子 我們試試不同焦距的鏡 例如35、50、90 我們都試一下 我們喝東西拍照 接著就出報告 測試一下摺環 究竟是怎樣 好嗎 你拍得我漂亮一點才行 你這麼漂亮 你怎麼都會拍得漂亮 零死角 這部是Sony A7 A7C 用一部A7C 小小的一部 最新折華 加一支352的錄會 有一支51.4的PA 還有一支92的PA 我們先喝杯 先喝杯 接著就去拍攝了 現在就是單點對焦了 我們試一下前後的對焦速度 是怎樣 看見都很快 然後再拍攝 一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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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馬上對焦到眼睛 差不多 大家也一樣好美 這瓶是51.4Pkf 這個單點對焦 反應都很快 前景到景 這瓶是90kf 對焦 明顯重鏡是慢了 對焦都很準 速度明顯比535kf 我覺得力量很足夠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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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AXC的電速追焦功能 對焦都對著眼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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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現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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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會看到 面部識別那裏都可以做到很準確的 好 今天就真的好多謝嘉儀 是的 當然 來到我們這個頻道 第一次合作 你覺得我們怎樣 很開心 其實跟MMK合作 多謝你們邀請我上來就真的 是的 今天就試了切環 拍了一些照片 其實我們MMKCAPER很多時候都會邀請美女 下次上不上來? 一定上 今天學不學到東西? 學到什麼? 我想說 我一直以為Leica的鏡頭 一定要貼著Leica的身體 原來我今天才知道不是 因為它在使用的Leica鏡頭 是跟Sony可以接到的 我覺得很令我驚喜 是的 這就是我們一向都想做的 因為現在Leica的鏡頭 其實它的光學質素是非常之高的 有不同的用家 例如Nikon Sony Canon 富士 都可以用到Leica的鏡頭 剛剛 天宮就出了這個 最新的自動對焦環 我覺得進步真的很大 因為自動對焦 對於一些 玩開Sony的人來說 可能真的必須的 手動對焦 對於它們來說是有點困難的 這個自動對焦環 就可以幫助到它們 去實現到 Leica的手動對焦鏡頭 做回自動對焦功能 剛才拍了一些照片 你覺得滿不滿意? 我覺得很漂亮 我很想要把照片都放好 沒有問題的 我們就會把照片都放好 多謝 我們就會出一條YouTube影片 到時你就可以分享出去 還有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記得你們也要給Like 記得你們也要給Like 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 多謝你 拜拜 剛才你看到我 和嘉儀出去拍照 用新的天宮自動對焦環 用Sony的A7C 看到效果真的不錯 自動對焦的能力都非常高 你會看到眼球追焦 人面識別都可以做到 咬住去追焦 都可以拍到一些很Sharp的照片 我剛剛用過了 覺得它的力度比之前那個 真的大了 因為它現在是用四個摩打 在旁邊去推動的 而之前的第一袋 也是用一個摩打 就在下面 藏在下面 所以這裡就是凸出來了 以前凸出來了 就非常之不方便 你看一下 放下去 就凸出來了 這部機根本不可以平放在桌面 但如果這個新款 放下去其實都是平的 可以平放在桌面 這件事真的進步得很快 四個摩打推動 當然對焦速度和對焦能力提高了很多 看看外觀 金屬結構 其實我覺得緊密了很多 拿上手真的非常之緊密 對 跟之前那個 真的有些分別 跟之前那個分別都很大 我覺得這個造工漂亮了很多 OK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底蓋 底蓋是金屬造的 有幾個摺環在這裏 有幾個摺點在這裏 摺點應該就是用來 將來有Famware更新的時候 可以套回這些摺點 更新自動對焦環 但有一件事就是 它都還在用這個麥克頭 對焦環 還在用這個 為何不用TAC 其實轉做TAC就會很多 另外我試過一些比較重的鏡 這支是92PA 重量是500g 對焦速度 明顯下降了 這件事其實我都問過供應商 供應商說 這個自動對焦環 其實它最好鏡頭的重量 就是在500g以內 就會比較穩定些 以及對焦速度會快些了 但我都試過用一些R鏡頭 換回M-mount 放回自動對焦環 配上Sony 我的用法就是 拿著鏡頭 由機器在這裡動 這個方法都可以的 大家如果買了之後 用重的鏡頭 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剛才試過 所有東西都非常之滿意 但有一件事 當你拍到Videom mode 其實它是不支持的 只可以做影相 一拍到Videom mode 只可以做手動對焦 這件事 我不知道它正式發售的時候 會不會更新的鏡頭 再配合Videom mode 就可以做拍片的功能了 希望它可以有這件事改善 我今天介紹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